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粉丝团好像Facebook、Instagram、Discord都可以找到我 可以在里面PM我、DM我 给我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是说到就是诚信 做生意要有诚信 这个故事可能我在之前有稍微的分享过 就是犹太人对于金钱虽然很执着 但是他们对于做生意还是很有诚信的 所以他们才有很多人喜欢跟他做生意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拉比他怎样的诚信的故事呢 首先呢 这个拉比他为了要生存 他要survive生存下来 所以他做的生意是什么呢 砍财为生 他是在山上砍了财 运下来再迈出去 但是这样子他就很没有时间去研究塔木的 他要花很多时间在砍财嘛 大家知道啦 去爬个山啊 山上找到适合的财木啊 砍下来还运回来呢 很吃时间嘛 所以他就觉得我要更多时间可以研究这个塔木的 他就决定了去市场买一只驴子 来帮他把这个财容易的运下山 这样子他可以有更多时间去研究塔木的 这样子他的学生呢都很开心啊 哇这样子我的老师有更多时间研究塔木的 研究佗啦 这样子对我来说不是更好吗 这样子的话就是老师可以更加的精进自己 非常非常为他开心 所以呢 他这个老师今天就去到市集 就决定去买一只驴子 他就看啊看啊看 他就发现 今天有一只驴子不错 他就跟那个商人谈好了价钱 就买了下来 就把这个驴子迁回了家 他迁回家之后就开始帮这个驴子打理嘛 要稍微的整理一下 帮他喂他吃个饭 然后跟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冲个凉一下 洗个澡 至少是比较舒服的状态嘛 而他在洗热的时候呢 不小心在这个驴子的身上掉下了一块钻石哦 一个价值连成的钻石啊 而他的学生看到对他老师更加开心啊 这样子如果老师你有这颗钻石 你就根本连砍材都不用啊 这样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呢 去研究你这个塔木德啊 妥拉这些律法书嘛 然后这个拉比呢 就默默的摇了摇头 嗯 这个钻石我不能收 因为我跟他这个商人买的东西 是这只驴子 我付的钱是给这只驴子的价钱 而不是这个宝石 假设我是买这个宝石 这样宝石是我的 但是这个宝石虽然讲它是在这个驴子上发现的 但是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没有aspect 我没有希望会有其他的东西在他身上啊 我希望的是我只是驴子本身 所以他就跑回去这个市集 找到了那个商人 就把这个钻石还给的那个商人 商人就很吓到了嘛 他就被惊恐到了 就说到 诶 这么你会把这个钻石还给我 如果你不还给我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是当作一个钻石不见的哦 他就说回了同一句话就是 我买的是这只驴子 我买的不是你的钻石 所以这个钻石还是要还给你的 以这个故事来说呢 很简单的解释 也就是诚信很重要 假设今天你的诚信是好的 这样子人都喜欢 是人都喜欢跟你做神秘 是人都喜欢跟你做朋友啊 交代你 跟你讨论的东西 你答应的东西 你一定会做到 你就是不会欺骗他 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做神秘也开心 也安心嘛 所以呢 大家不知道对于这个故事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继续的comment 继续的留言 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也不用了 继续去我的这个粉丝团点赞啊 帮我节目点个赞啊 还有去我继续收听我这个节目 继续订阅他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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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